街上吉岩议员利用侯方玉将计救计过后 把多多骗进城内 直接来了个关门吃烧烤 此战一共击杀了今晚剑奴 当南京的官员听到这个消息过后 是可法攥着唐包的手都在抖 好啊 我大明朝总算是赢得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劫 相信此战之后 近50年来所积攒的 面对剑奴时的窝囊气劲可以一扫而空 剑奴在想难亲就得掂量掂量 是否能承受得起又一次的惨败 此番北伐有望 大明北伐有望啊 此真书生之剑 守城打了一个胜仗 就敢叫嚣北伐 你怕是没领教过剑奴也战得厉害 此番能守住山阳 淮安之府 范中杰以及山阳县令之亭剑功不可没 尤其是范中杰 竟不惜以身作而行死奸计 若不是共生茂香以身相替 此时范中杰已然是为大明而捐躯了 此等忠臣贤臣能臣当重用 至于茂香和盐应元 直接就被谢学龙忽略掉 其中原因也很简单 这两人是氏子银的氏子 氏子银的氏子是圣上的人 属于地党的阵营 蒲复义 范之二人理当重用 既如此 我们就先商量好一个大概的意见 然后停推 依我看 单粹就让范中杰去吏部吧 左谦吏部左侍郎 至于孟赵祥 也该左谦大宗伯了 高宏图是越来越不把我这个首府放在眼里了 连吏部左侍郎这样的官员任免 也全凭你一言而绝 还要我这个首府作甚 范中杰调吏部任职 那么知庭剑呢 至于知庭剑 虽说仅只是举人出身 但是此番毕竟有功于国家 有功于设计 理当加冕 不如就由他接任范中杰控出来的位置 直接担任淮安府的知府吧 从一个正七品的知线 一下着升为正四品的知府 这是连升六级 会不会超着太甚 是啊 知庭剑接任淮安知府不妥 既然如此 就受淮安府同知 属之府市 府同知只是正五品官员 从正七品之线直升正五品同知 江约广和谢学龙这下表示认同 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 鬼头再让吏部走一下流程 还有一事须及早一决 那便是淮安府所编练的香涌 是时候由地方官员接管这些香涌了 这可是从圣上手中抢夺兵权 显然 此时文官集团已经感受到了皇权的威胁 与此同时在吏部攻谢之房内 左中仔你听说了吗 山羊一战斩首将近一万击 我等说的便是此事 严应援此人着实了得 圣上十人之能也是让人叹为官职 是啊 山羊大战前 对于圣上竟然将淮安府之首背 托付给区区几个世子 我等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至今日方之圣上思虑之远 十人之名即用人之准 真不愧是已然悟道的圣君哪 我等自然是知道守住淮安府之功 首推严应援及冒香 但是朝堂上的滚滚诸功 恐怕是不会这么想 他们只会认为这是淮安之府 范仲杰及山羊之县之亭剑 此二人之功劳 若是不出意外 此二人就要飞黄同达了 此意料之中 不过话又说回来 范仲杰及之亭剑 在山羊之战中的表现 也是可圈可点 左谦也是分所应当 范仲杰和之亭剑 左谦固然应该 但是就怕内阁的几位府闭 会借机做文章 名声暗将左谦左中宰 什么意思 你们听到什么风声了 那倒没有 我们只是胡乱猜测而已 不过礼稷有云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既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我们就得事先做好防备 以免是到临头 让几位阁老打个措手不及 此事应该如何防备 我等自追随盛驾到南京之后 也没闲着 几位阁老若实在过分 殊不得只好发动柯道研 观造舆论 除非让左中宰入阁腐臂 否则绝不甘休 这不好吧 我们这么做 岂非就是挑起党争 就当下局势而言 我大明朝最需要的乃是 齐心协力共抗外辱 所以最好还是别挑起党争 圣上肯定也不想看到党争 左中宰 有些事不是我们想不想争 而是南京官员非逼着我们去争 我们若是不争 就会被他们踩到泥潭里去 若是我们国难九卿都被踩到泥里 朝堂之上就更加没有人替圣上说话 倒是还能维持当下的平衡 没准四位阁老已经在谋划争夺兵权了 嗯 这倒是有可能 边军他们应该不敢伸手 相拥就不好说 那吴大人看法也是与我等一致 左中宰 此事我们没有退路 只能与他们争到底 对 必须得争到底 要想左中宰左迁也行 但必须得入阁 而且吴大人也得进力部担任右中宰 否则此事免谈 我进不进力部 当不当右侍郎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左中宰必须入阁 否则我等都没办法替圣上在内阁发声 吴大人此言诧异 此事可不能随便谦让 施亮兄所言即是 此事不容谦让 至于施林轻易就交给我何施亮兄 我们自来到刘都这些时日 可也没闲着 说完 吴甘来三人目光转向孟赵祥 从孟赵祥内心其实是反对挑起党争的 但是处在这个位置 许多事就身不由己 当下孟赵祥叹息道 好吧 你们去办吧 吴甘来和陈良摩自从来到南京 也是极为活跃 他们俩出下了至少半数的六颗给事中以及御史 所以完全有能力发动舆论挑起党争